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间又过了十几年 小姑娘掌月漂亮 在家的公主对她的尽心教育 小姑娘比其他美女更是多了难得从容和智慧 525年被缅关的元宝剧游玩到了姑姑家 当她第一眼看到已服饰时 就爱上了这个漂亮而又饱读诗书的表妹 于是她决定留下来 待在姑姑家又经过几个月的相处 她算是完全陷入了表妹的情网 她决定向姑姑求亲 元宝剧的心里是没有敌的 因为她只是个落难的皇族 她的父亲源于是因为造反被处死的 自己也因此被关起来 直到唐哥孝明帝允许继位才被放出来 前几年自己想帮唐哥皇帝 从太后那里取回属于他的权利 失败了因此被缅关 现在的自己就跟普通的百姓没啥区别 甚至比普通百姓还不如 哪天被太后想起来杀了也有可能 元宝剧怀着忐忑的心情 向姑姑表明了心计 淮阳公主对这个那侄是挺满意的 小小年纪就敢和当今太后争权 将来肯定大有出息 但她是个理智的人 她很尊重女儿的意见 所以她并没有答应元宝剧 而是直接告诉她 要听下乙福士的想法 乙福皇后戏剧当淮阳公主 把元宝剧的心思告诉了乙福士 乙福士心如露壮 她的脸发烫 低下了头 我听从母亲大人的安排 525年 元宝剧和乙福士结为叔父 这一年乙福士16岁 元宝剧17岁 528年 北魏的朝廷发生了一件震惊 整个国家的大事 太后堵死了自己的皇帝儿子元许 玄臣尔朱荣被元许召回京城堡王 尔朱荣又杀死了太后 立元子忧为帝 虽然元子忧是长君 可是尔朱荣却有实权 两者之间的问题不可调和 530年 两人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 元子忧杀死了尔朱荣 而元子忧也被尔朱荣的侄子尔朱荣杀死了 乙福皇后戏剧在元子忧玉毛杀尔朱荣时 元宝剧被封为南洋王 乙福士成为南洋王妃 同时锋芒的还有元秀 532年元秀被高欢立为皇帝 元秀跟元宝剧是堂兄弟 都是孝文帝元宏的孙子 开始的时候元秀跟高欢还是挺融洽的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元秀被高欢越来越不满 他又拿高欢没办法 因为高欢让有兵权 534年 跟高欢闹闹的元秀逃到了另一个权臣与文太的驻地 元宝剧跟随元秀进入关笼 进封为太宰 535年 元宝剧成为西魏的开国皇帝 乙福士成了他的皇后 老公由平民成为皇帝 身边的女人自然就躲了 但是乙福士却没有像其他女人一样小心眼 他有着一颗包容的心 对元宝剧的其他妃婷十分的宽厚仁慈 在乙福士当家的这段时间 元宝剧后宫的妻妾们就像姐妹一样 乙福皇后戏剧当然 元宝剧对于乙福士也是很宠爱的 一方面他们是患难夫妻 元宝剧一直感恩于当初乙福士看得起自己 愿意嫁给自己这个落难的皇族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乙福士的漂亮和贤惠 好日子总是过得太快 为了跟东卫争雄 元宝剧难了当时强大的近邻柔然的公主玉九女士为妃 当时的女士还只是个十岁多点的小姑娘 可是长得却很漂亮 对于好的东西占有欲也很强 于是看到自己虽然也是元宝剧的老婆 但元宝剧的心却全放在皇后那里 柔然公主戏剧驴是很不开心 所以她要下人告诉自己的父亲 当时柔然的克罕阿纳归 阿纳归觉得女儿在西魏这边受到了欺负 于是要求元宝剧封屡使为后 否则 柔然的大兵就会南下攻打西魏 元宝剧拿着柔然的国书 心里是五位杂臣 他怎么舍得废了乙福士的后卫 正当元宝剧左右为难的时候 乙福士知道了柔然要求 他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为了元宝剧 为了西魏 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 他主动要求元宝剧废除自己 申请了元宝剧开始还不愿意 经过乙福士的最三劝说 最终 他还是同意了乙福士的要求 为了保护乙福士 他还命人修了一座寺庙 让乙福士在里面修行 从而防止驴室陷害乙福士 乙福皇后与柔然公主戏剧 驴室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后 可是不久之后 他发现元宝剧对自己还是不理不睬 他还发现元宝剧总是带着人往一个寺庙跑 于是他敲烧地派人跟踪元宝剧 最终他发现元宝剧 是偷偷地去跟乙福士私会 于是十分的生气 他不停地摔东西 以发现自己的不满 当元宝剧从寺庙回到皇宫时 驴室找到了元宝剧 他以命令的口吻对元宝剧说 我要你把乙福那贱人杀了 否则我就叫我的富汉出兵攻打你们 面对驴室的威胁 元宝剧心里是害怕的 毕竟西卫跟柔然的国力相差太多 但他真的舍不得处死乙福士 所以他只能不停地跟驴室道歉 西卫地图看到元宝剧为了乙福士 居然可以低下身段向自己道歉 于是醋意更重了 他摔下了一句话 你好自为之 539年 柔然真的攻打西卫 退兵的唯一条件 就是杀死废后乙福士 面对强大的柔然军队 西卫群臣们都吓坏了 他们强烈要求元宝剧处死乙福士 内外交困的元宝剧只能含着类似死了乙福士 540年 年仅31岁的乙福士死于长安 诗文皇后 以乙福皇后为原型的佛像乙福士是漂亮的 聪明的 贤贵的 也是高贵的北魏公主的女儿 西魏的台国皇后 但那又怎么样 她一样不能保住皇后的地位 不能保住自己的命 连她的老公 北魏的开国皇帝元宝剧也不行 原因是什么 读者们应该都知道 那就是乱世 那就是西魏国利弱 只能说这是个时代的悲哀 也是西魏的悲哀 每当语斯读到这种历史事件时 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叹 感叹自己生活在康平盛世 想起了今天刚看到的一个电影 里面有一句话 没人把国家的好众留结实了 珍惜现在 珍惜生活 感谢国家给了我一个安稳太平的世道 注图片来源地网络 参考资料 西魏书 史路于斯原创 欢迎转发 谢绝转载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是不是 词曲统 终于 词 词 词 感谢观看